监狱里一对脑夫妻将一个信封偷偷的塞给了点狱长 很明显这对脑夫妻在贿赂点狱长 而点狱长非常爽快的同意了 放心吧 我会尽力协助两位为你们的儿子 画面一转到了囚犯们吃饭的时间了 囚犯小条从被窝里爬起来后 整个人都惊呆了 什么情况 关在这里有半年多了 从来没有吃过肉 怎么今天突然有肉吃了 而且还是大鸡腿 不会有问题吧 这鸡腿吃起来除了调料味有点重 鸡肉还是蛮新鲜的 一番纠结后小朴就想通了 管他呢有肉就吃 毕竟自己背叛了个无期徒刑 也不可能再出去吃什么山珍海味了 就在这时玉瑾带着一位囚犯大飙进来了 小朴有些懵 我不是住单间吗 而玉瑾则表示 最近监狱爆满住不下来 先让他在这里住一段时间 等有了空房再搬回去 不过话说回来 有个人聊天也挺不错的 小朴一边想一边啃着手里的面包 经过大飙却凑过来告诉小朴 喂你怎么什么都敢吃 这种地方出现的这些食物 你觉得代表了什么 小朴一脸茫然的看着大飙 代表什么 就是代表你死气将至啊 小朴低头看向面包 结果发现里面长满了小虫子 下一秒这些虫子也就不见了 看见小朴被吓出了幻觉 然后大飙就将小朴的这些饭菜给倒了 并且非常严肃的告诉给小朴 如果还送这些大鱼大肉的饭菜 你就别吃了 小心他们在里面放药 见小朴一脸怀疑的表情 大飙就继续说 你可能不知道 这段时间看守所里死了好几个狱友了 他们都是被判了无期的人 而最近监狱住不下了 所以典狱长就打算先除掉一部分 见大飙说的一本正经 小朴姑且就相信了 晚上的时候小朴就和大飙闲聊 问他是犯什么罪进来的 大飙说杀人罪 已经杀了好几个了 不过都是一些仗着家里有钱 就为所欲为的家伙 小飙表示理解 因为他也是因为杀人而判了无期 第二天 玉锦又给小朴送来了一份 开小灶的食物 而大飙还是给倒掉了 并且还告诉小朴 调料未重的食物就不要吃了 以免里面加了药吃不出来 小朴有些无语 再这样下去的话就算不被毒死 也要饿死了吧 这天晚上 小朴隐约听到旁边传来 巴唧巴唧吃东西的声音 可是转过头后 小朴看见大飙正在睡觉 并没有吃东西啊 奇怪了 难道是听错了 又过了一天 小飙实在受不了了 他就问大飙 难道你不喝吗 什么时候才能吃东西啊 大飙回答 我也不知道 能熬到什么时候就熬到什么时候吧 你要记住 不要以为关在这里就安全了 其实这里的人都期待着我们早点死去 毕竟我们是杀人犯 然后小飙就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你说会不会食物没有问题 而是我们的精神出现了问题 毕竟我们在这里关了这么长时间 谁都会变得不正常 容易胡思乱想 就在这时 一盒丰盛的午餐就送了进来 然后大飙说 你觉得食物没问题 那你尝一口吧 说完小飙就抓起一块猪排 并狼吞虎咽起来 大飙见状 急忙打断了小飙 只是让你吃一口啊 吃那么多干什么 你现在什么感觉 肚子疼吗 小飙说还好吧 没有什么感觉 就是感觉肚子很饿 即便如此 大飙还是将盒饭收了起来 等明天小飙的身体 没有任何反应 就说明安全了 晚上睡觉的时候 小飙再次被吃东西的声音吵醒了 小飙爬起来后 就看见大飙 正在吃白天那盒没吃完的盒饭 好家伙 原来大飙都是骗自己的 故意说里面放的毒药不能吃 结果晚上偷偷爬起来 一个人吃毒食 气急败坏的小飙冲上来 就掐住了大飙的脖子 而大飙急忙解释 说自己没有吃东西 刚刚你看到的 其实都是幻觉 但小飙不再相信大飙的鬼话了 画面一转 点狱长就和那对老夫妻见面了 点狱长告诉老夫妻 杀害你们儿子的凶手小飙 死在了监狱里 说着监狱中还拿出了小飙死亡的照片 看到照片后 老夫妻非常激动 终于为儿子报仇了 而点狱长却表示 不用谢我 毕竟这种人关一辈子 要浪费太多粮食了 故事到这儿 也就结束了 关于最后的结局 小伙伴都看明白了吗 其实就是小飙杀害了 这对老夫妻的孩子后 被判了无期徒刑 而老夫妻不满意这样的结果 就找到监狱长 想要他帮忙开个小灶 于是监狱长在饭菜里加了药 让小飙产生了严重的幻觉 最后从照片里可以看出来 是小飙自己掐死自己的 这也说明 大飙根本不存在 他只是小飙吃了小灶后 产生了幻觉 小飙和幻觉进行一番搏斗后 最终自己掐死了自己 电影余娜与你解忧 下次再见